一罐来路不明的药粉要卖到三万六千块钱 这也是在太夸张了 有一名黄姓男子呢 他没有医师的执照 不过自称是三种的退休医师 就是这样子 他到处帮人看诊把卖 甚至推销不明高价的中药粉 这一罐最高卖到三万六千块钱 有民众买来服用 却不见任何效果 因此向警方检举了 检警跟肩还发现这名密医 当时还在庙口摊贩等处寻找买药的民众 当场将他逮捕移送法办 桌上一罐罐的药粉 每一个都没有明确的成分 里面到底是治疗什么样病症 也全部都没说明 不过这样一罐价钱可不低 黄姓老翁自称是三军总医院的退休医师 到处替人看诊把卖 然后用高价推销这些药粉 有民众吃了之后没有效果 因此向警方检举 而警方调查还发现 黄姓嫌犯在庙口面摊等地 寻找推销的民众 民众如果退货还会被他恐吓 一名被骗的民众好奇的到嫌犯住处看诊 黄姓老翁直言他火气大肝功能不好 向他推销三万六千块钱的药粉 不过民众杀到六千块钱成交 却发现根本没有用 因此向警方报案 目前警方已经将黄姓老翁逮捕 移送法办 记者陈家贵赵建林南投报道